人间苦空无常 愿世人不分你我 丙足安然脱迷 纵世尘道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知书色礼》的第三集 今集是想跟大家分享一首 Kim小时候很喜欢一首诗 这首诗是由英国一位大诗人所写的 亦都可以唱出来的 今天我会选择去朗读 因为我唱就唱得一样 或者跟大家分享这首 那就是 Sea Thither by John Maxfield I must go down to the seas again To the lonely sea under the sky And all I ask is a tall ship And a star to stare her by And a wheel's cake under wind's song And a white sail's shaking And a grey smith on the sea's race And a grey down breaking I must go down to the seas again For the cold running time It's a white coat and a clear coat That may not be denied And all I ask is a windy day With the white clouds flying And the floon's sprite And the broom's broom And the sea's clouds crying I must go down to the seas again To the wagon's gypsy light To the girl's ray and the whale's ray Where the wind's light Wetting night And all I ask is a merry yard From the loving fellow rover And a cry asleep and a sweet dream When the long trees are With the landscape But when the long of the sea 在顏色和在畫面 Forum 都很美 例如我看見的 John Feven 是一位出名的詩人 而Sea Fever 也是其中一首很出名的一首的詩 裡面包括了他説的 最初它仍有一个孤独的海和一个天空 因为你想想在海上什么都没有 你看不到陆地 如果当你出海洋的时候就只有一个天空 然后它只需要一个很高的船 还有有些星星一直去 因为你出海就以前 大家会想起罗盘 就是船上面的 但也可以靠着星 其实现在有航海经验 它们可以靠北斗星 星象里面就可以辨别到方向 那好吧 它又说到里面那个摩打这样一路转 风又一路吹起来 然后就是那些一路这样 成风破浪这样的 加上差不多落日了 你看到那些模式开始萌萌的 然后在海面就开始变成深色 因为太阳差不多落山了 照下去金金的 但是始终都是 因为有一些霧 那变成了那个植阳 都开始霧了 就差不多沉没了 那就是因为天就快黑了 然后它就说到 其实这里一路在说大诗人的 那种心态 那种意境 那他说到他又要再去海那里 那由于那些海浪那些声 就一路好像一种呼召 那他要出海 那他一直在听着 一直在叫他 那是很清楚的 他很知道大海在叫他 他要出海了 那他也都说到一样东西 就好像他只需要一个有 有风的日子 因为有风的日子 就可以成风破浪 那就是事半功倍了做事 那然后呢 也都需要一些 一个白色的云 在天上面飞翔的 在那边飘 云飘飘的 我记得 就是中龄歌也有一首的 那就是 另外呢 他就说到 那些泡泡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浪 浪花坎下去 就散出来 那还有呢 有些泡泡会弹出来 那中间呢 海钩呢 海钩叫起上来 是很凄厉的 那是很悲哀的 那这里可以形容 诗人其实心情是很 由最初很想很想去到海 那然后去到海里面 就其实有些是形容人心的 人心里面呢 我们很多时间就是很 有心机 就是有一段时间呢 又会有上又落的 那 当我们在一些黑暗的日子里面 就要去 就是去 执拾我们的心情 然后要去 经历这些风风浪浪的 那他也都说到 他每一句呢 由于去牙运 所以他一定要用 I must go down to the sea scan 这样的 那 然后呢 他也说到呢 很残疚的 好像一些很破碎的 Gypsies 那些那些 那些生活流浪的 一路这样的 那还有一样东西呢 那他也都说到 里面又有些鲸鱼啊 又有些海鸥啊 然后还有一些风 刮过来 好像一把刀 那样 那这些全部可以看到呢 很滄桑的那种感觉 那除此之外呢 他所要的呢 就是一个很开心的 一个花型仔 那然后呢 就可以有个 这个rover 大家知道 就是一个land rover 那一部 一路在那 很开心的拿着它 那面容呢 就是 后期呢 人生的最后呢 都是希望呢 是充满有笑容的 很开心的 那还有呢 很静静地的 可以睡一觉 因为他经历了 就是一整天很辛苦 整个旅程是很辛苦 很想休息 那然后在休息里面呢 就 做一个很甜蜜的梦 那然后呢 就一路 所有的东西呢 就已经过去了 那但其实你这样一看 也都好像 给阿Kim 又有一个感觉 就是人生里面 就真的好像一个 生与死了 人经历过一生的那个 就是 有起有落 很辛苦 到最后 心老病死 就变成了是 可以去安 就是去安长 去安眠的 那睡着了之后 那希望就是 人的灵魂 可以想到天国 那可以呢 很开心地 很安 就是很安然地 在主的怀里面 睡在那里的 那可以睡眠 那直至去召醒你为止 一切都是在地上的东西 一切都是 一切都是 夫妃英明 那这样 那当然啦 在基督教里面来说呢 就会说到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judgment day 就是一个大审判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传教啦 但是给我的感觉呢 其实这首诗是很有 很有哲学 很有感触的 一首诗来的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一首诗呢 亦都说到呢 就说呢 令阿Kim想起一件事 就是说 人为何要来到这个世界 因为有生 有生就必有死 是不是 那好了 生老 生就会一路这样成长 然后慢慢慢慢变成衰老的 衰老完之后呢 为什么要衰老 人为何要老 现在每个都在说 吃些什么 喝些什么 抗衰老 令自己年轻一点 打什么Botox 或者怎么样 但是 为什么要老呢 老就是因为 准备到病 心老病 因为老了就会病 OK 身体变得差了 那就会病 病了就会怎么样 病一下病一下 就会不在 那就离开这个世界 那死 死 是不是就这样完了 不是死是另一个开始 那好了 那心老病死 那是不是一定必然 也不是的 因为有些人是可以一出生 那不需要经过病 就是这样老 老老下突然间就可能 不在了 或者他选择自杀 或者是被人杀死了 或者是有其他原因 那也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 生 连老都没得老的 可能很年轻 就已经不在了 可能 就这样生病死 那也都有可能 就是说 有意外的 那就生 然后就死 那也都有可能 就是说 连出生都没出生 就已经死 那就完结了 那所以你会看到 心老病死 这四个字 这四个阶段 其实是不是一定 是一定的指定 其实是不一定的 那这首诗 给阿Kim的感觉 就真是 生与死 Life and Death 那 但是 当然啦 首诗始终叫做Sea Fever 他很渴望去 这个大海的 那是放这个John Masville 那 阿Kim也是John Masville 的 那OK 那今集 多谢各位的收看 拜拜 大路 大帅 小匹 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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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